明朝1.1版本7类新生害属性以及技能官方终于放出来了 接下来就跟秘密一起看一下吧 猪猪驼 伊废卡 凤合治疗两种属性 技能是召唤猪猪驼对敌人造成物理伤害 技能看着没什么特点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伊废卡 不过样子长得好像是有点可爱的 叮咚咚 伊废卡 光合兵两种属性 技能是召唤叮咚咚咚追踪敌人自爆 造成冷凝伤害 妈呀 自爆小可爱呀 熔火虫 伊废卡 不绝于音和火两种属性 技能是召唤熔火虫持续攻击敌人造成热熔伤害 没什么特色 普通的伊废卡长得也不好看 雪踪狼 三废卡 青云出月和冰两种属性 技能是幻化成雪踪狼进行连续攻击 可以在空中释放 这个技能看着还不错 长得有点像哈士奇 挺帅的 踏光兽 三废卡 属性只有一个光属性 技能是唤醒为踏光兽 造成眼射伤害 长按会持续唤醒 向前飞跃 看着这个技能介绍挺有意思的 这是一个拥有两种形态的伤害技能 至于实战效果怎么样 还有待考察 游灵激疏 三废卡 雷和冰两种属性 技能是唤醒为游灵激疏进入格挡状态 手机可进行反击 若受到特殊技能的攻击 则可以击破敌人的特殊剂 并造成额外伤害 这个伤害我们单看介绍 那么它真的可能会成为一个神级牌 这就要看实装的效果了 虽然说这是三废卡 但如果敌人的所有伤害技能全部可以割挡 并可以击破敌人的特殊剂 那么这个伤害卡可以说是首参党 备战全息那种高强度战斗的必备卡了 绝 四废卡 只有一种光属性 技能是短暂召唤绝攻击敌人 造成掩射伤害 释放伤害技能后 角色的共鸣技能 可令敌人受到持续掩射伤害 应该就是妥妥的输出类伤害技能了 搭配新角色金锡使用的 好的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